早上去SMAIL 去跟例的解决团丁面 事件的真相也很明显 首先是去CHARAVAN宿航駅 先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Shenix,回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 现在是在进行这边 这个决斗召唤之巅的剧情任务 应该是一共有4天 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天的内容 欢谈如梦 这边就有点 至少从这个标题来讲 就是还清楚 这个主要的剧情是讲的什么了 等于是在沙漠里 并不是在这个 狱迷的雨林 在 对 很远 船长 是 这个卫兵有点高级 这一位是Smeale的大Mahmatra Mahmatra的名为是最高的 我没有人的犯罪行为 你跟这些人一起合同吗 的 Kirara,我没什么事 我已经已经很年糊了 我已经迷了这些人 Seno,你会有时间吗? 还是你会参加在七星召喚的赛? 你能參加一次嗎 試試? 那麽已經結束了 那麽... 我已經把招呼招呼 已經把招呼招呼 用了一場的場面 用了一手的招呼 那些卡 那麽 我們再次做這話 那麽時間 有時間 那麽 那麽 那是... 那是... 嗯... 我已經不明白這件事 我已經不明白 我的喉嚨 我可以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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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ara 我可以說不定 但我會說不定 那是... 我可以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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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可以說不定 你不明白 如果有事 你會知道怎麼會說不定 我可以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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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尾? 那... 我可以看哪些尻尾? 當然 日本也 我可以看哪些尻尾 可以看哪些尻尾 那是 我可以說不定 你不定 你不定 就路 既是 皮革 尻尾 兩 她是妖怪 妖怪要倒了 怪盗 就是怪盗 妖怪 然後她是什麼她說是怪盜 怪盜 妖怪 趴在地上是倒在地上 她是怪盜的 那是 尻尾的自分的背後叩 這又是 簡単的話 身體的背面 就是 裏面 裏面 這個就更聽不懂了 說話的創作 是最初的 瀋瀋さん 有興趣的副業? 很高興評論他 他很高興評論 啊 如果他在聊天 他在聊天 好嗎 如果他有回答 如果他有回答 如果他有一個尾巴 再下一個尾巴 这个才开启也好吧 我是这么着更快呢 还是这么走就更快呢 不过过来 我也有个宝贝 其实是在这里 我的宝贝 我确定了吗 的 我看你一个宝贝 不过来 我看你一条 不过来 我看你了 我看你一条 我看你这条 我看你 怎么看你 是 我要是把這個 演了會是什麼樣子 嗯這這怎麼辦 不是說交貨的時候你們都離遠一點嗎 怎麼這麼近 賽諾這個重力是什麼一個情況 所以去哪兒 我現在是想要把她的評判 我現在是想要把她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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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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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公司的工程中? 是 你不可能是在公司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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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这个尾巴是一个什么运动 私 嘘が下手だった呢 嘘をついたら尻尾が上下に動いちゃう 合図を出してるの あ? 無意 言ってたのと全然違うじゃないか 啊 啊 啊啊 啊 其實 我剛才是在百回合的工作 我剛才才在工作 有一個紀念的意味 如果我知道 我會知道 我會覺得很嬉しい 那 嘻巴的揺動 很激烈 摇摆交错能指向一个方向 他那么摇 他也不会说 指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也不会说了 我真的不確定 BOSS! 去吧! 这些蜜蜜的地方 我都不想看得到 那... 那... 我会有数字 但我会有数字 我会有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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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你却没够考虑 You killed Nipal 你adrap she 所以 我们是123 4个人 这等于是你可以试用 那个夏洛特不都试用了吗 这个武器倒是比较合理 然后又是宗室一套好吧 呃这个队伍这个就好 没有 可以这样 你的这个这个西风险 这个是要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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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对这个大风机关的印象是肯定会晕过去是吗 那是你继续的 我说什么都可以说 你的中身是吗 各地的召集了七星召喚的项目的裏面 裏面有一个图箱的图箱吗 我认识你很清楚 我认识我只是宝刀团团 不算是不足 最近,我只能不能夠溫馴,但… 一把大小的東西… 那… 沒有 這是一個國人的計劃 國人的計劃? 我們會監獄相當重要的財物 同時に盗むんです そうすれば俺たち砲塔団こそが 一番優れた国際組織だってことを 全てのものに知らし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えっと い今はもうありえませんが でもそれとカードの裏面に何の関係があるんだよ 我々に貸られた難題 この壮大な計画をどうやって 全ての砲塔団に伝達するか それに関係しています その時誰かが言ったんです 最近七星召喚というゲームが流行ってるから そのカードを売買にすれば ガサ入れを回避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 それは連絡藏の 背に何の牌背に つまり お前たちが自分で吸ったものだったのか ええ 砲塔団なら宝箱を見ればやることは一つ つまりすぐに埋めて 誰にも取られ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とです そしてこの修正を今回のカードの件で利用すれば おいこれ以上言ったら 俺たち全員の計画が どうやら自分たちの命より いずれ失敗する計画の方が大事らしい 言いますから 土か砂に水を少し加えて この上に敷きます 少し立ってからそれを拭いされば 土加点水 什么叫蓋在上面 这不就霍泥了 こうなります 砲塔団にいる全ての兄弟たちよ ついに大仕事をやる時が来た 己のナイフを手に取り 自らの顔を隠し そしてできれば打獣を連れて 他の地域に打獣がいない場合は おいおい なんか無駄な情報までたくさん書かれてないか 無駄とは何ですか これも全て血行に向けてみんなを招集するためです こ、行動日時と計画内容は最後の方にあります どれどれ あ、本当だ ふむふむ 客観的に言えば 伝達方法は結構創意工夫がされてるみたいね でも どうしてそれを回収しようとしてるの メンバーが 吉星召喚にはま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よ 計画通りにことを運ぶだけでいいのに 誘惑に負けてカードゲームに没頭して しかも自慢下にカードの裏面を見せびらかじながら それだけじゃない 挙句の果てには 他人に負けてカードの裏面を明け渡してしまう始末 それで計画が露見することを恐れ 巷に流れてしまったカードの裏面を 慌てて回収しようとしたってわけね この度回収したのは 巷に流れたものだけじゃなく 宝箱が描かれた全てのカードの裏面です 我々は計画がすでに漏れていることを恐れました だからもう一度すり直して 行動日時を変えてからまた行き渡らせようとしたんです 万全を期すために わざわざ資金を調達して 最も安全で時間に正確なコマニアまで雇って え?あ、えっ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つまり差出人が現地に留まったのは その後も引き続き行動するためってことね そう考えるとカードの裏面を取られた人が 砲塔団に出くわしたって話も納得がいくわ そっか 砲塔団がたくさん現れたのは 口封じをするためだったんだな し、知ってることは全部話しました せの様、これに面じてどうか寛大な処置を お前たちには自ずと審判が待ち受けている 無駄口は叩かず 俺についてこい ステロップの裏面を入れました そこは ふわい 海の残り うちのそばに 撤退 まず 犯人の身柄が拘束した 後でスメールシティまで往循する 俺は責務を果たしたまで これは皆のおかげだ 如果在工作模式 沈野さん就像是別人的 那好吧 如果有縁 再会見 稍等我 稍等待 我要去面試一下 但我會去面試一下 好嗎 可惡 沈野さん有什麼想法在這次的試合嗎 或者是你的感想法 嗯 七星召喚是一個優惠的遊戲 真正是芸術 因此,人們認識互相和 能夠感受到的喜好 我希望大家知道這次的喜好 這次的結束 是一個很素晴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不届心的遊戲 要去哪兒,要去哪兒 要去哪兒,要去哪兒 要去哪兒 我一定會殺死 明白,請留下 嗯,嗯 嗯... 它被埋棄在中的卡, 它被隱藏在下的召喚中... 嗯... 解 哦! 很好! 这两个人很合调 如果有其他人,我会失礼 他人们也不成为解答弹 法答弹的计划 我必須要保持自己的心情 啊 必須 結局 怪盗団は砲塔団だったのか なんだかがっかりだぜ てっきりカードの裏面に 何かとんでもないお宝の手がかりがあるのかと思ったぞ まあまあ いい方に考えれば 国際的な大事件を私たちが解決したってことでしょ これで独占記事の素材に困らないわ うーん 心残りがあるとしたら 七星召喚を考案した謎の二人に会えなかったことだな みんな七星召喚が大好きなんだね それなら実はまだ一つ特殊な配達が残ってるんだけど 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かない 七星召喚と関係があるのか うんそうだよ 行ったらわかるから これは会社から手配された仕事とかじゃないから この荷物はもう長い間ずっと会社に置かれてたの それは会社から手配された仕事とかじゃないから この荷物はもう長い間ずっと会社に置かれてたの 理由は受取人が見つからないから 近所の人たちさえ受取人がどこに行ったのか知らないの それってつまり迷子の荷物ってことか うん それで先月保管期間が過ぎたから処分されそうになったんだ 差出人に送り返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の そのー差出人はもうなくなってるの そんな うん だからこの荷物が届かなかったら 差出人も受取人もすっごく悲しむと思う だから私勝手だけど暇な時間を使ってスメールを聞いて回ったんだ それでようやくその人の行き先とその人の過去の話を聞けたの おおすごいな で結局誰だったんだ それはね 私についてきたらわかるから それに向こうもきっと七星召喚をこんなにも愛してる君たちを必要としてると思うんだ 私も行くわ 私もすごく気になるぞ 旅人おむえも行くよな うん じゃあ私と一緒にビマラ村まで行こう 我見なかった これは漁村のマーシーなのにおむえも これから日本の山口に出したいな それに一緒にあたっているだけのか これは漁村の餐料を覆います これは漁村のマーシーなのか これは漁村のマーシーなのか 本当にkä使用すること? それに言うか それはちょっと少し難しい これに何らか それに何らか でもそれがちんとい間の 海灯機の両者があります どこでショックのマーシーなのか 偷东西也是很当时弄的就是就是友谊设计的是特别特别的蠢 当然那次感觉上就是为了一个喜剧的效果吧 所以是弄得很蠢 这次感觉上也感觉不是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他们依然这个总之剧情设计的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现在我倒是 现在应该是对这边这个后续的东西我感觉上应该是可能是这个才算是这个任务的一个重点 这个这是这个人叫什么驼 你叫驼吗 你好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在哪里 不,我没有听到这边 他们是学生的学生 学生也在这里 我没有知不知道在哪里住在哪里 在这些情绪上是确实的吗 如果能够选择六大学派的计划 请教他 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他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要请教一件事情 就感觉你不认识 就感觉有点怪 然后去哪儿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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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好像有仨孩子 但是有两个记错了 奇怪的 这个是做料理的时候没有做好 所以是是奇怪的吗 还是说这个东西就叫奇怪的 这么多姐姐 所以他是这个带的这个是学者 请来收拾一下 我给你购物 我给你购物给你购物 那... 什么意思 购物购物购物 但是他已经是... 是的 这是一件小朋友的 我给你购物购物购物 友人 你也不可以做到他的病,但他也不在身旁,他也不在身旁 他也不在身旁,他也不在身旁 你不要這樣,你不要這樣 我和你七星召喚的七星召喚,你也有很多人 你一定是,你也會喜好 喔 的 この人 cyzn召喚 为什么 怎麼可能 不然 有些人 不然 你不要听听 我能不能用 你很容易 你能说 是的 我可能想要聊一遍 你真的想要聆聽嗎 好嗎 好吧 不算話 我和Glough 我和Glough 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还记得很高的肩書 谢谢解说 我一直在学校上的课程中 我每天都一直在学院 我每天都在学校 我认识就一直在学校 我认识就一直在学校 我认识就疑了 我认识都能做什么 你来不得做的 我认识就想跟你说 但我认识就不得了 我认识就不得了 你导致是不得了 你也认识就不得了 我认识就不得了 我只有一些人在病院前我都沒在這間工作 所以我都把劍上卡 那後來我都會被患上消息 我都被患上消息了 我不是只是遊戲 當我考驗了這個時 我很有所謂的知識也買到了 如果他能感知,他想要研究一緒に一緒に探索 你很悲哭 七星召喚,不是你一緒に研究一緒 而且,他很喜歡很多人 你很喜歡你的人 他,我曾經過過他 我曾經過過他 他曾經過過他 但... 你會見到他的顔面 他,他會流動 他好像沒有人 他,你不可能 你不明白 我明白这些事情,但是... 嗯...我明白了 如果我会和旅人一起分开, 我们也会不会感到感觉 我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我也会说一句话 他会聊得太好 是啊 我认为你已经想了,我已经比对鸟殷毒 因为我学后会感觉到小混蛋 不为我能不知道 只有我一名小混蛋 就是了,我已不懂的小混蛋 您可以查看 那也就是 啊 這是… 寫字 親愛的友 你一定會想像我這樣 寫字 那… 那是… Grab,我來了 好… 你的意見 其實… 昨天我又想到一個想法 嗯? 你寫什麼? 嗯… 沒有什麼 嗯… 好嗎 我們開始一首 別に每天都沒來 今天Rain的工作也會很難 好… 什麼說的? 你來得到感受 而且… 那些人都很苦惡 來… 你來吧 好… Grab,你大丈夫嗎? Galvividam… 你也知道嗎? 我的麻痺病已經… 好嗎? G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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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才 剧情动画中的那个 就是他朋友给他画的那张牌 是我们现在 就是新加入的牌 会有一张那个牌吗 比较如果有的话 比较好奇会是什么一样的效果 对吗 分开 对吗 只能说 只能说 对 对 对 也算了 好,我等到此了 啊? 要回到Fontaine? 是的 我的卡路回答也一件落着了 而且我用了這麼有價值的故事 只要寫了幾天 啊,是的 所以說,我還沒回過這兩人 我看過很多故事 你有什么感觉吗 嗯 今天最最好的收获是新的朋友们可以做到很多的朋友 明白了 两人的感觉是决定的独占记载上决定的决定 今度来到Fontaine的决定 是否也会购买了Steambird的新闻 那我已经回到稲妻里了 是呀 今回の出来事を社長に報告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し ええ きっとまた会えるわ その時 機会があったら七星召喚をやりましょう 未完待續 これもここに入ってます この召喚王が始まったら この召喚王はここに入ってます ここには召喚王のところの先に入ってます これの召喚王はここに入ってます 手牌数小于4的 排手抓牌 直到手牌数个为4张 个为4张 什么意思 什么叫各就是有一个人是比如说三张牌另外一个人是四张牌然后打了这个之后三张牌的人抓一张牌 然后如果手里没有牌的话就是直接是抓到4张 如果两个人一个人没有牌另外一个人是三张牌是 这个能理解到个为4张 我不太明白就是什么叫个为4张 就直接写手牌数小于4的人 抓牌直到手牌数为4张 我猜他这个个的意思是他是在强调这个事件是作用在两个牌手上 他并不是打的那个人只有 他是对面也会生效的这么一个意思 另外一直就是说的什么牌背 牌面还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怎么看 好像就是有这好像也看不了 好 外观 好像有这个还有什么 排背 对有这些东西 这个排背 就是游戏中也是一直有说是有什么这种排背的一个玩意儿 他是一个壳是给加上去的还是怎么一个原理 感觉这个玩意儿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卡牌 他只不过背面他打的东西不一样 那现在这个游戏中一直说的排背排背的感觉是好像是一个可以替换的玩意儿 不太不太清楚 就等于是 剧情故事应该是都做完了 但之前这边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 他说是什么未完待续 我看那里一个不太明白 什么还有吗 好像是没了 好像 至少这边这个任务的东西是没了 可以 这个剧情感觉上就是还算 可以 但也没有说是什么特别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唯一的一个 让我感觉的一个东西就是好久应该是没有 就是在所有的国度去跟这些角色们去没有交互动过了 不然是所有的国度都去了一遍 然后跟一些之前有些角色真的是好久都没有遇见了 总之是都遇见了一下感觉上还是蛮 蛮新鲜的一个 比如说是重逢的一个感觉 这个倒是不错 当然这个整个剧情 他穿的作为是作为一个穿线的这么一个 盗宝团的那个东西就感觉上有点不太不太清楚 感觉就是为了让这些角色 我们再重逢一遍类似的 就强制的弄了这么一个盗宝团的东西 感觉那个盗宝团的东西感觉有点 只能说是一般 不过也就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样子了 这边我觉得唯一的另外一个让我比较赞同的就是游戏 虽然说是以气圣召唤为主题吧 或者说是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索 他并没有强制让你去打牌 这个我倒是还比较比较同意 就是至少 青春召唤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位置之前也是一直有提过 我是感觉上比较心打打还是挺挺有意思的 但是后来 应该是官方好像是所谓的一直在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爽快了 原来好像就是 组的一个卡牌大概就是三回合 就是直接解决人偶 现在至少可能要打个四五回合的样子 总之可能节奏并没有说变得那么的慢 但是至少我觉得不爽快了 然后可能现在的平衡性应该出了这么多新的卡牌 应该是好很多 但是总之我的热情是已经是被出来之后 这个平衡总是已经被削没了 所以说也就这样的 估计之后如果说是特别的有大的改动 改的特别好 可能会再尝试一下 但是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想碰这个东西 总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 大概就这样了 这边整个是活动剧情应该是做完 然后 剧情故事做完 然后应该是有这四个活动 总之到时候是下期再去把这些东西录一录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期就录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